公元452年 十年只有13岁的拓跋郡继位 视为北魏文成帝 在经历了一番动荡之后 北魏的朝政终于稳定了 而与此同时 南方的刘宋却开始了多世之秋 刘宋的皇帝刘一龙最近比较烦 就在前不久 刘一龙发动了第三次北伐 不出意外的又一次杀鱼而归 话说回到公元452年的3月 刘一龙得知魏主拓跋涛暴毙之后 这刘一龙又动了北伐 收复河南之地的念头 在宋主刘一龙眼里 这个刘宋帝国是不能没有河南之地的 否则这大帝国就是个不完整的帝国 这一次的北伐 刘一龙主要的支持者是刚从北魏投城过来的 四周刺使鲁爽 鲁爽是之前跟着司马修之一起反抗刘裕 失利之后投奔了北魏的原来东晋雍州刺使鲁宗之的孙子 鲁爽的父亲鲁鬼曾经在北魏任过荆州刺使 鲁爽这个人从小长在北魏 有万夫不当之勇 魏主拓跋涛对鲁爽是非常的器重 曾经特意把鲁爽招到自己进前担任保镖 他老爹鲁鬼死了之后 又让鲁爽继承副业 继任了荆州刺使一职 不过这个鲁爽的缺点跟他的武艺一样突出 这鲁爽是个酒鬼 曾经多次因为饮酒务事 被拓跋涛责骂 脾气火爆的拓跋涛甚至还扬言要诛杀了鲁爽 这鲁爽也因此产生了难归之心 魏军南征失利之后 鲁爽和自己的弟弟鲁秀等人 率领着部下来到了寿阳 向刘宋的豫州刺使刘朔投诚 皇帝刘一龙封卢爽为四州刺使 镇守一阳 这一阳就是今天的河南信仰 有了鲁爽这么个猛将的支持 刘一龙那胆气更壮了 于是就不顾太子中树子和颜 和大将军沈庆之等众多大臣的反对 断然下诏宣布再次被罚 青州刺使刘兴祖 此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 尚书皇帝建议不要和魏军在河南一带纠缠 而是长驱直入直倒河北 进入北魏的新腹地带 直接动摇北魏的统治中心 甚至一举攻灭北魏 完成统一天下的伟业 不过刘一龙心中最高的战略目标 也只是收复河南而已 刘一龙想都没想就否决了刘兴祖的提议 此次北伐宋军是兵分三路 东陆军依然是主力 服远将军萧思华出任主帅 这个萧思华就是刘玉的继母萧文寿的侄子 冀州刺史张勇为前锋 攻打敲鸥和华台 中陆军则由四周刺史卢爽 领兵四万 进军许昌和洛阳 而这西陆军则由雍州刺史张志 都帅大将柳远景 薛安都领兵西晋同关 满心想着雪耻的刘一龙 万万也没想到 这次北伐 结果竟还不如上一次 这上一次至少打到了华台 这次却连着敲鸥都没搞定 大将萧思华张勇等人 率领着宋军的主力 在敲鸥城外围攻了几十天 不但没搞定敲鸥城 反而是损兵折将 最后还因为粮草吃尽 不得不撤回了历程 历程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南 而此时中陆军的卢爽 则是连战连接 已经逼近了虎牢 西陆军的柳远景 也拿下了宏冠 近逼同关 但由于这东陆军的主力 已经失败了 这两支偏师也只得退兵 至此 这第三次元家北伐 就这么草草的收场了 仿佛才刚刚开始 这梦已经结束了 理想总是那么绚烂 而现实却如此的稀烂 皇帝刘一龙再一次 是无比的沮丧 而就在此次的北伐期间 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让本来就心情低落的 刘一龙这心 一下沉到了谷底 而这件事的主人公 就是太子刘少 刘少是皇帝刘一龙的长子 是皇后元氏所生 史书上记载 刘少刚一出生的时候 恰逢着刘一龙登基 皇帝的位置和宝贝儿子 梁子登科 事业之喜和家庭之喜 是双喜临门 刘一龙当时那兴奋 是可以想象的 后人有考证过 说历史上帝王登基之时 又恰逢生子的 好像只有商王帝矣 那个儿子就是之后的 商朝王国之君 昼王 刘一龙估计不知道这个典故 对这个为他带来好运的儿子 是极为的喜欢 刘少年仅六岁之时 就被刘一龙封为了太子 刘少也没辜负老爹的期许 长大之后 这刘少是仪表堂堂 文武全才 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 是样样兼备 颇有人君之风 刘一龙对这个儿子也非常的满意 更是宠爱有加 无论儿子要什么 几乎都能满足他 不过刘少虽然表面上 对老爹非常的尊重 内心却多有不满 这件事还要从刘少的母亲 皇后袁氏的死因说起 袁皇后是刘一龙的结发妻子 出自南朝的大族陈俊袁氏 皇后和刘一龙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即便后来这后宫里多了潘淑妃 争宠后宫 刘一龙对于皇后依然是恩礼有加 然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让袁皇后彻底寒了心 这皇后虽然是高门士族出身 但是袁家经济上并不宽裕 因此皇后有时候难免要向皇帝开口 要些钱接济娘家 而刘一龙是生性节俭的人 每次最多也只给皇后三五万钱 有一次就有人对着皇后讲 说这皇帝对潘淑妃可就大方的多了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袁皇后听完便试探着 让潘淑妃向皇帝要三十万钱 这潘淑妃听完是满口英语 没过两天就从皇帝那儿 一下子要来了三十万钱 袁皇后看着眼前这三十万钱是大受打击 心中气苦 原来我在你刘一龙心中的分量 也只有这潘淑妃的十分之一 从此之后 袁皇后是称病 不再与刘一龙见面 不久之后 愤满成疾 撒手人寰 母亲的不幸命运 让太子刘绍对于父亲有了看法 对潘淑妃更是极为的痛恨 时间到了公元四百五十年 刘一龙发动了北伐 刘绍呢 是北伐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他不仅被老爹言辞训斥了一番 还和刘一龙最亲近的两个近臣 徐湛之江湛接了很深的梁子 太子刘绍冷静下来 突然感觉心头一紧 感觉到了一丝的寒意 刘绍开始担心 自己这个继承人的位置 能不能保得住了 原来刘一龙有十九个儿子 当时已经成年的 除了太子刘绍之外 还有次子史刑王刘迅 三子武陵王刘俊 和四子南平王刘朔 六子隋王刘淡 以及七子建平王刘洪 这五个人之中 刘绍最不担心的 就是二弟刘迅和三弟刘俊 这个刘迅是潘淑妃所生 为人比较轻浮 不断的犯错误 甚至还曾因为和同父异母的妹妹 海岩公主思通 惹得父亲是龙颜大怒 因此这刘迅对于太子之位 根本就没想法 刘迅对太子和自己的关系 倒是非常的上心 刘迅深知 太子刘绍和自己的母亲 潘淑妃有着很深的矛盾 将来这刘绍一旦登基继位 自己肯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所以这个刘迅是刻意的讨好太子刘绍 经常给刘绍送各种礼品 好吃的 好看的 时间久了 太子刘绍也逐渐消除了对刘迅的敌意 这俩人好的几乎能穿一条裤子 和老二刘迅相比 老三刘骏就更不招父亲待见了 这个刘骏从小就在外就藏 连回京城见老爹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继承人了 在刘绍看来 其他的弟弟刘朔 刘弹刘红三个人都有可能夺敌 如今父亲对自己已经见声不满 更严重的是 自己还得罪了父亲身边的晋臣 徐湛之日和江湛 如果这俩人趁机进了谗言说自己的坏话 自己这太子位置还能保得住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绍的危机感是越来越强 太子刘绍深知 这时间拖得越久 变数就会越大 只要自己一日没登上地位 他就一日不得安心 刘绍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老爹 驾崩的好消息 然而他这个爹刘一龙 虽然年轻之时就病危过好多次 没想到现如今这岁数越大 身子骨反来越硬朗了 太子刘绍是心急如焚 刘绍天天在念叨 刘一龙你这老不死的怎么还不去死呢 为什么不吃饭噎死 方便时为什么不掉到粪坑里淹死 你如果去世了那就是晴天 你若安好那便是晴天霹雳 而就在太子心急之时 一个神秘的女巫 严道玉出现了 下次咱们就继续说 太子刘绍是如何在坑爹的路上 越走越远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